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经济学商 各位同学大家好 前面的几个讲座里头 我们跟各位介绍 厂商处于完全自由竞争 或是处于独占的情况 它怎么样来决定生产 那么完全自由竞争 我们说在我们现实的社会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要合乎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 其实太难了 那么独占又是一个罪恶 必要的罪恶 因为独占可以让企业以起以求 即使说有政府在来管理 但实际上这是不得已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经济问题 而必须要靠着第三只手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讲说 我们的经济问题经常用政治的方法 政治的手段来解决 当然很多人都讲说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官员 大部分都是任命那些不懂得经济 只懂得政治的人 那么来当官员 也有人这样讲 当然最错以后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总之的确如果用政治的手段 或者是用政府的办法去干预这个市场 其实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们仍然是回归到自由经济的市场 那么以市场来解决经济问题 那么是最好的办法 因此我们底下要跟各位介绍的 是我们现实所存在的 所谓的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有了竞争 这个社会才有进步 我们消费者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福利 我们整个社会进步 那么才快一点 好 那么所谓不完全自由竞争 我们这个讲次要给各位介绍的重点 包括第一个完全不自由竞争 不完全自由竞争的一个特质 市场的特质 第二 我们不完全自由竞争的 有独占竞争市场下 那么所面对的厂商 所面对的需求线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么独占竞争下 那么最适当产量的决定 厂商如何决定生产 第四 我们说除了独占竞争以外 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寡占的市场 那么它到底市场有什么特征 寡占的市场 它的均衡的条件 是如何以及寡占市场 它为什么价格比较稳定 甚至于我们为什么有所谓的非价格性的竞争 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现实的非自由 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头 那么所存在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讲次里头来给各位说明 那么首先当然我们当然从市场的结构上面 这个不完全自由竞争是分成寡占跟独占竞争 但实际上我们说市场除了完全自由竞争 独占 寡占 独占竞争 那么大体上是说除了独占以完全自由竞争以外 那么这两个极竞争以外 市场依照生产的人数 产品的差异化 以及对价格能力的控制 行销的方法 那么可以分成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那不完全自由竞争市场 大概此上我们常见的就是所谓独占性竞争 以及寡占的市场 那么这是我们要特别来介绍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什么叫独占性的竞争 既又独占又竞争 这样一个市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 比如说我们说洗头 水 入常用品 酱油 饮料等等等 这些大概都是属于 第一个就是说生产品很多 洗头发精 洗头发水的几乎大概就是回噪水 泡一点特殊的香料 你自己独特的配方 所以以前很多所谓家庭就是工厂来做洗头发水 生产品很多 第二就是产品有差异化 我就是跟你一点点不同 我的洗头发水洗起来味道就不一样 我的是什么味道或者是有什么特殊功能 我的洗头会没有脱皮屑 那么产品有差异化 第三个对价格具有控制的能力 因为我的特殊产品 所以我可以定这个价格 不像完全自由竞争市场 是由市场来决定 那么它对市场利 那么有一点点控制的市场 有控制价格的能力 第四就是说行销的方法大部分都是广告 以前我们是看了什么乖乖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一般称的所谓垃圾食物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事实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靠广告 那广告事实上是采取非价格性的竞争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泡面 泡面其实和这么多种的泡面 到底你要选择哪一个呢 就是靠广告 因为产品大概差不多 但是各有各的特色 没有错 但是它是靠广告 那么强调产品的特色来销售这个产品 那么独占进生是由来大体上 我们说独占不成 慢慢有人打破了你的独占以后 就新的产生加进来以后 就变成不是完全独占 所以生产的数目增加以后 是每一个生产者的产量 那么只为市场的一个部分 换句话说 就独占不成以后 慢慢就变成独占竞争 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完全自由竞争 慢慢厂商发展自己的特色 那么自己有特色产品 它就是一种独占性竞争 因为它的特色是它独占 那么只有这个香料我有 或者是只有这个作法我有 那么别人不可以仿冒 或者是做不出来我的秘方 那么这是独占竞争 大概不是由寡占来 就是独占 没有办法独占 或者是说 这个有完全自由竞争 没有办法再自由竞争 那么慢慢演变得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就谈到 既然是产品有特色 那么大家想产品要有差异化 当然差异化的成因有实质上的因素 真的是有差异 那么也有可能是外表或心理上的差异 尤其我们现在所谓的代工 那么很盛行 或者是大家迷信这个名牌 很盛行 因为显示兴奋地位 我穿的是什么 这个什么高档的这个名牌 比如说Eddie Ball 然后这种宿外性的用产品 North Face等 但实际上都是为外加工 为外来做 甚至于连我们说iPad 大家以为是美国的产品 这个Apple 那么但是实际上是大陆 由我们的红海来代工 所以你说美国人 以为是美国产品 没有错 North Face也好 Eddie Ball也好 Apple也好 都是美国产品 都是美国的商标 可是其实都是在大陆代工 所以这个产品的实际上外表 或心理上的一个差异 你说如果红海今天转到台湾的 红海公司来代工 其实iPad 2 事实上还是叫iPad 2 你心理上仍然是同样的 但是它就是不同 所以我们很多的产品 是外表或心理上一个差异 如果说今天的iPad 2 它不是挂着苹果牌 而挂的是红海的牌 那么当然你就会觉得不怎么样 不是美国品牌 而是台湾的品牌 所以外表或心理上的差异也有可能 再来我们说商店的趣味服务信誉 也可能有差异 比如说两家商店 这家比较近 我就经常到这家来光顾 而且这家服务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到这家来买金兰的酱油 其实另外一家也是卖金兰酱油 同样的东西 左边这家服务比较好 或者比较近我家 所以我经常在这里买 所以就形成产品上的差异 所以你说在火车站卖的可口可乐 跟在学校里头 校园里头卖的可口可乐 是不是同一个产品 如果你把服务 把销售地点加进去的话 那当然产品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产品差异化 那产品差异化在行销上的意义 我们说 第一个厂商对产品的价格 具有控制的能力 我在火车站你要上火车 你不会去到学校去买可口可乐 你一定得非得在我这里买可口可乐 所以我可以卖贵一点 所以它具有价格的控制能力 第二就是厂商可以从事 回价格性的竞争 因为我的服务比较好 因为我的地点比较好等等等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强调产品的特性 来吸引顾客产品的差异化 那么这是我们说 产品差异化在行销上的一个意义 那么既然厂商在市场上 对产品具有一定的价格的控制的能力 因此我们说独占竞争条件之下 厂商所面对的需求线 可以借着价格的降低来增加销售 所以它所面对的需求线 不像完全自由竞争 是一条水平线 而是一条由左上方向右下方延伸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 那么它是跟我们一般市场的需求线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从左上方向右下方 那么来延伸 那么以这个独占的市场相似 但是弹性系数当然就会比较 没有那么大 这个是一点我们独占竞争 所面对的需求线 事实上是跟我们独占是一样 只是弹性系数会比较水平一点 那么短期间我们说在独占竞争条件下 厂商怎么样地决定它最大的利润 或者最适当的生产量 那么我们第一个 我们当然是一样 厂商可以根据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这个概念 那么跟独占的情况是没有两样 也就是说利用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 那么来决定它最大的利润 那么我们用图形来解释的话 那么我们说厂商是根据 短期的编辑成本 跟它的编辑收益的相交点 C来决定它的价格是P1 那么当然这时候接近P1的价格 是高于它的平均成本 SAC 所以它就会有利润 P1到P2每一单位 或AB的利润 那么它一共销售Q1这么多 所以它的利润 就是这个颜色的部分 就是它所获得的总利润 好 这是我们讲说 一个独占竞争的厂商 那么有利润的情况 当然独占厂商也有可能有亏损 那么亏损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图形 所以根据编辑收益 编辑成本所决定的C点 Q1它卖的价格 是只有 因为我们底面科夫在这里 AR线 只有B 这个是P1 就是价格 可是它的短期的成本是A 换句话说是P2 换句话说每一单位亏损是AB 但是它没有超过固定的 每一单位的固定的成本 所以亏损是短期的 也就是说短期之间 它可能继续存在 等待的时机 也许有些厂商因为亏损以后退出 比如说洗脱水 有人亏损他就退出了 退出以后慢慢市场的占有利 你就存在的人 越扩充越大以后 也有可能就会转亏为盈 好 那么也有可能停止生产 当然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决定的价格 这时候损失是AC这么大 超过了固定成本AB 每一单位 那么换句话说 你如果继续生产的话 那么换句话说你会多亏损 那就不如停止生产了 所以一样的可能会是 有这种情形 那么长期间 当然它最适当的生产 就是变成说 你有利润的话 当然就有人 制造跟你相同的产品 你洗脱水很简单 我只要回照水 配一点配方就好了 那么换句话说 大家有利润的时候加进来 这个市场市占率就越来越小 好 那如果是有亏损 那当然就有人退出了 到最后就是变成不亏也不赚 所以你市场的占有力 在有利润的时候 这个也许在这个地方 慢慢慢慢的 你的市场占有力越来越小 有亏损的时候 有人退出去 你越来越增加 所以到最后 我们从长期来讲 长期的平均成本线 那么有长期的平均成本 跟长期的边际成本 来决定你的最佳的生产点 同时就这个点生产量 你也会建立一个 适当的生产规模 那么SAC 就是你的适当生产规模 正好跟它相切 长期成本是 短期成本的包裹曲线 大家过去 所以A点跟长期成本 是相切的 这个点也是短期的 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所以这个B点 不仅是长期的边际成本 跟长期边际收益 相交的点 所以就变成 你的价格是P1 是Q1A 你的长期平均成本 也是Q1A 结果是没有赚没有赔 所以我们说最适当的生产量点 从一个独占竞争的厂商来讲 就是没有赚也没有赔 因为你有赚会吸引厂商进来 分散了你的市场 你有赔的时候厂商退出去 你的市场占有力会增加 所以就变成没赚也没赔 这是长期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我们就是独占竞争 那如果是寡占呢 寡占的意义当然 的特征 从市场的特征来看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只有少数的生产者 那么来垄断这个市场的状态 比如说汽车市场 那么或者是水泥的市场 大概都是属于寡占的市场 你说电信 我们现在大概也实在家 也是一个寡占的市场 第二呢 这产品有可能是同质 也可能是义词 那么有寡占呢 就是同质寡占和义词寡占 第三个就是说 每一个生产者呢 那么其产品的价格 都具有控制的能力 比如说我有眼传 一个月到底要收你多少服务位 大哥大概要多少 做发电信要多少钱 我的汽车价格要卖多少钱 福特卖多少钱 一龙汽车工要卖多少钱 它具有控制的能力 第四呢 就是厂商之间相互的依存 我很在乎于对方 因为对方的存在 这个占的市场分量 如果你倒了 我最高兴 我会放鞭炮 因为呢 每一个厂商都占有 很大一个市场 比如说 如果今天一龙汽车工倒了 Toyota一定放鞭炮 因为它可以扩充它的市场 那么在电信以至此 它也是个寡账 如果今天大哥大 经营不太顺利了 也许会被人家并过了 所以厂商之间 互相互相依存 也很在乎于对方的存在 你有没有新的产品推出来 或你有没有新的促销的手段 大家都很在乎于对方 第五呢 就是说厂商通常规模都很大 你说要成立一家电信公司 要花多少钱 那么 汽车厂要多少资金 你要进来 大概不太容易 规模很大 那么新的厂商要加进来 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以寡账 有既有这些特质 那比如寡账的厂商的种类 我们刚才讲说 可以同质寡账 也可以一质寡账 所以产品如果是相似 那么 只是相似不是相同 所以它是一质的寡账 你比如说你的汽车市场 你说福特汽车 跟辨子汽车同样是汽车 可是它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那第二个呢 就是产品是同质的 因为同质寡账 那么也有可能 是同样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 它是寡账 比如说我们说 如果是一般的水泥的话 水泥厂 这个市场就是只有 容许加这么几家 你说品牌 它有各自的品牌 但是就是只有这几家 但是不是特殊水泥 是一般的水泥 那么产品是同质的 所以同质寡账也有可能 那就是有时候 我们称它这个完全寡账 好 那么寡账市场 到底怎么样决定 它最大的利润 或者是它的最好的一个生产点 那么我们称它寡账市场的均航 那么换句话说 没有厂商进来 厂商也不会再改变 它的生产数量 那么我们称它 这叫寡账的均衡 换句话说 寡账的均衡是指说 厂商的数目已经稳定下来 没有人退出 也没有人再加进来 但是如果要从理论上来讲 说未来说明达到这个 怎么样达到这个均衡 事实上没有一个原理 或原则可以适用 那么也就是说 不像我们过去来说 厂商是根据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的原则 来决定它最适当的产量 而是各有各的解释的方法 从古到现在 有很多想尝试来解释说 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厂商 最适当的一个生产量 或者是最适当的厂商的数目 但实际上都没有一个 大家可以认同的一个原理 或者是原则 而各有各的说法 那么比较常引用来说明说 寡账市场为什么会达到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么有一个所谓的 转凹的一个需求曲线的理论 常被引用 但是也有很多的缺点 那么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那么有转凹的需求的理论 那么原则上是厂商 对方的厂商只是跟降 跟降采取跟降价的一个策略 而不跟随涨价的策略 换句话说 一龙汽车公司如果为了它的利润 它愿意降低价格的话 如果你降低价格 其他的汽车公司也会跟你降价 可是如果你想增加利润 而提升价格的话 人家这不一定跟你一样的看法要提升价格 换句话说 在寡账的情况之下 那么厂商采取的是跟跌 但是不跟涨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就会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转凹的需求线 那么从图形来看 我们说 比如说一龙汽车公司 原来是面对的是低万 这条需求线 那如果你降低价格的话 那么你想象也许说其他厂商也会跟着你来降价 所以当然如果你降价 我也降价的话 当然大家是不是也跟着这个低万的这条线来走 可是如果你把价格提升 而人家不跟你提升的话 当然你的需求线就变成说 你的销售量就会变其他的厂商 你涨价我不涨价 那换句话 原来对你忠诚的顾客当然就会减少 所以你想象原来是以为是B点 但实际上它是走到A点 也就是销售数量会减少 所以当你人家的跟跌而不跟涨的时候 换句话说你跌价我也跌价 那就是这条线 那你涨价我不跟你涨 反而是变成这条线 所以这条绿色的实线 才是真正它所面对的需求线 所以变成不像我们一般的需求线 是一条直线或者是说形成有一个转凹的情形 在这个K点形成一个转凹的情形 好 那如果有转凹的话 那么我们说即使在这个转凹的地方 我们把它平均这个边际成本和跟边际收益 相等的点来决定这个价格的话 永远都是在这个K点 因为这时候不管你的成本 从边际成本有所变动的话 你在这个落差的范围 边际收益是一样的垂直线 换句话说边际收益跟边际成本相同点 所决定价格永远都是P1 所以从一个寡占的市场来讲 说为什么它的价格会比较稳定 永远怎么会P1 原来是因为有转弯 换句话说厂商所从事的是一个 跟跌而不跟涨的一个情形 当然我们说这种说法也很牵强 有很多的缺点 当然有助于说明 这个寡占市场为什么 大家不用价格来作为竞争 也就是所谓的割活站 你说一龙汽车公司 跟福特汽车公司 甚至于Toyota 大家以价低价格来取胜 但是我们说转凹的需求线 有助于说明说一个 第一个就是厂商在价格上面 与这个生产的决策上 有互相依存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说寡占的市场价格 为什么会比较稳定 不随意地替调整价格 因为会造成价格的尸杀 换句话说 这个转折的需求曲线 只要来说明说 在这个有转凹的情况之下 跟跌不跟跌的情况之下 价格很稳定 那么这是我们讲 它有助于说明 但是也很多的批评 这个批评 第一个就是说厂商的需求线 将出现一个转凹点 这个转折点 比如说在K点 它为什么不在比较高的价格 比较低的价格出现 而是在这个K点 这是受人家所批评的地方 也就是转折点 这是第一个被批评了 第二个就是其他的厂商 所采取的跟跌不跟涨 这好像是0跟1的游戏 但其实你跌我也可以跌 但是我没有100%的跟你跌 你10%的跌付 我只跌5% 或者是你涨 我虽然想说不跟你涨 但我涨5%就好了 你涨10%还是比我差 你的四战力还是会被我抢过来 所以理论上我们说 这个转凹点需求线的理论 它只讲0跟0和的游戏 而没有所谓的激励百分比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说中间或者是衣服 实际上没有反映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寡战的厂商 我们说在大家想寻求的理论相当的多 像我们说Cuno还有Stigler等都有提出相同的一个解释的方法 但是我想我们就不多谈 那么厂商当然在一个寡战的情况下 反而会引起锅结或者是所谓非价格的竞争 所谓的锅结就是说 因为既然大家非常批识在负对方的行动策略 因此大家产生互相锅结 譬如说像Cartel 我们说像石油输出组织国家 它就是一个Cartel 也就是大家讲好 那么不用价格的作为晋升 那么整个Cartel 那么为了增加利润 它本身就好像一个纯粹独占的一个市场 譬如说中油跟台售 如果两个人大家讲好 你价格提升我也提升 你降价我也降价 那公平会可能要处罚你 因为他们是勾结 联合垄断 联合垄断的油的市场 因为它是寡占两个厂商 可是如果在勾结的情况之下 当然是不法利手不允许 当然我们说OPEC是一个Cartel 在国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处罚它 可是如果是国内 我们有公平交易委员会可以处罚 所以当然是不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讲次再见